本分局股東派遇所警員胡佳鴻 他在本日凌晨4到6的值班勤務 演完槍械之後 然後4點半在他自身的二樓寢室 這個舉槍致敬 那黃元的部分他40歲 那台南四人 那從104年特考班106年畢業 就直接分發到本分局 迄今服務兩年多 那平時的工作表現良好 那跟同事之間的相處也非常非常的和睦 那有關於相關這個黃元致場的一個原因 據我們現在的一個瞭解 因為他雙親 因為最近身體的一個狀況 健康狀況不佳 而且與他的老婆近日也有做一個分局 所以說可能導致心情低落 進而發生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已經有通知相關的一個家屬 那本分局會全力協助家屬 辦理後續的一個傷葬 以及輔序的相關事務 謝謝 他是最近我們同事的觀察 心情比較低落 那相關的原因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 這個檢察官來做一個指揮 那部分會來做一個理清 目前部分是急發的一發子彈 在二樓的寢視 在二樓的寢視